各位朋友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下子过去五年了 那么2019年的时候 我可能是第一波吃螃蟹的 就是第一波用这个50的S100做房车底盘的 那么五年过去了 现在回头看 国内的这些厂商们还真是不太争气 B型房车的底盘空间能够比得上50的 还是没有 可以很负责任的时候还是没有 如果你只图空间大 那你就选50的这个底盘就没错了 我说的是B型 不要跟我说C型 有人说什么防考斯特 或者考斯特这种类型的车空间也大 但是确实没有50这款大 而且它的机箱 它的发动机箱是在车内的 不像这个50的那款S100 S200 S300 它的发动机箱是在外面 那么不过50这个厂子也不争气 现在都出到S300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S400 那这个车到目前来讲除了空间大以外 其他方面都是比较弱的 你比如说这个行驶的这种质感 没有什么质感可验 至少我那个S100是没有的 S300没开过 咱不好说 S200没有什么改进 也就是说行驶的手感很差 这是没什么可说的 然后噪音水平 反正S100 S200没什么改善 S300不是好 好点没有 估计也够呛 噪音也是很大的 柴油机 但是好处就是劲还比较大 这个比较省油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了 既是缺点也是优点 那么再说这个车别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后双胎不错 比较稳当 对吧 然后承载力也还不错 因为它后双胎 然后它是后驱动 这点也是要好评的 就不容易打滑了 就是爬坡的时候 那么总体来看 这五年也去了一些 什么不太好走的路了 像什么云南边境的那些国道 省道 还有一些像那个很 很不好走的那个潘山路 像庐山 像这个一些 需要这种 发卡弯的这种 这种山路 都还可以胜任 相对来说 我感觉它的刹车会弱一点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 有的时候刹车会比较弱一点 那么动力这一块 也就是将将够用 将将够用 也不是说很充足 只能说够用吧 不会把你撂在路上 但是如果说你改了 你改了双发 用来给生活区的电瓶充电的话 如果你的电瓶比较空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动力会很受影响 因为我那个双发的24伏的最大可以达到3000瓦 但是会带来动力的损失 如果你是爬长坡或者是走山路就会受影响 这个底盘呢 武林这个底盘呢 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隔热 因为它玻璃太大 玻璃好几块 一直从前连到后 所以它这个散热 这隔热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这种保温不太友好 哪怕说你做了一些保温 但是由于这个大量的玻璃的存在 尤其是这个汇客区的那个玻璃 这个是非常影响的 虽然说你后面你可以尽可能让它小一点 但是这个光这两块汇客厅的那个大玻璃就够瘦的 甚至包括这个前锋挡 前锋挡的玻璃对这个保温格勒也是非常不友好 尤其是你夏天的时候 你如果说车头对着太阳的时候 你就知道车里有多热了 所以这个车呢 一定一定要尽可能的把这个保温做好 如果说你用这个车做你的B型房车的底盘的话 过来人的这个经验教训 一定要听 至于其他方面呢 目前来讲我想不到 因为现在再出厂的车都是什么S300以后的了 它的这个轮距啊 轴距都有点变化比以前 对吧 跟以前我最早那个版本不太一样了 可能我就不太好说什么了 anyway 反正这个车呢 目前来讲 如果用单独用来做B型房车的话 它的优势就是空间啊 空间 然后就是这个后双开 后驱动啊 相对比较省油啊 缺点就是不好开 噪音大啊 隔热差啊 那 就看你自己的取舍了啊 如果说你比较看重这个空间的 那选他就没错啊 给我的感觉吧 因为我开的路上经常有朋友上我的车来参观啊 都会说这个车虽然说是B型 但它空间一点不输这个C 一点不输一些C型车啊 可见它的这个优势 另外这个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没有 记住它这个车没有中门 这点非常重要啊 没有中门 会让你的空间 比一般有中门的这个底盘要大的多的多啊 真的真的 你会有这种感觉 好 本期视频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记得点赞哦 拜拜